选战倒数被号称是绿营全台最藏母级的高丛市长陈奇迈 连续两天助选行程是陪同民进党两位议员候选人 包括了左营男子区的黄真凌 还有前镇扫港区的黄庸秀 车队来扫接拉票 就是期盼能够拉抬整体的选情 立平范绿议员议会 习次国败 黄真凌 倒散 黄真凌 倒散 真凌 真凌 倒散 倒散 鞭炮声不断 高雄市长陈奇迈站在宣传车上 替左营男子区议员候选人黄真凌扫接 同时替前镇小港区议员候选人黄庸秀站台 看到高雄市长陈奇迈来了 民众好开心 高喊动算 还热情挥手比赞 那也要去为在当选边缘的新人们去拉台 那相信在我们现在全台的最强母鸡 我们的卖卖市长的路战空战的加持之下 在站况比较紧急的候选人呢 应该都会有相当的加分的作用 但是让陈奇迈挂心的 还是范略能否在未来的高雄市议会 获得过半席次 伊利陈奇迈在平四年 推动市政建设以及城市转型 因此这次大动作母鸡带小鸡 陪同同党新人议员候选人 前阵小岗黄庸秀 左营男子黄真林拉选票 期盼能拉台整体选情 让议会席次极大化 高雄市长陈奇迈公开行程 慢慢连两天助选 从白天扫到黑夜 在市长的陪同之下 沿途民众反应也相当热烈 选战进入倒数 高雄市长陈奇迈化身最强母鸡 期盼透过自身力量拉台自家人 记者综合报道